信子自杀了 非常突然 此前没有任何重招 男友范苍赶到的时候 信子已经陷入中毒和谜 信子留下了遗书说 我们的爱情破碎了 我没有任何理由活下去 范苍不解 我们是相爱的 信子为什么说 爱情已经破碎了呢 一定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范苍不断地问着自己 突然 一段几乎被遗忘的记忆 涌上心头 那时范苍在外地上学 母亲突然去世 于是范苍赶回老家 参加了母亲的葬礼 在总理母亲遗悟时 范苍偶然找到了祖先的日记 范苍不敢相信 一本一本 充满着恐怖和残酷的故事 监视范苍家的真实历史 范苍的祖先 范苍次郎右尾门效忠的家族 在官员之战中失败了 于是 范苍们投到信州藩主 爵士部的门下 清昌15年5月5号 范苍们和爵士部家 签订君臣之约 范苍们承诺 范苍家子子孙孙 都将永远效忠爵士部家 27年后 宽永14年 在岛园发生大战 第二年 宽永15年 中月21号 爵士部负责的后勤佣帝 被敌人偷袭 半数粮食毁于大火 爵士部遭到了将军的严厉斥责 不少武士开始密谋逃跑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爵士部家 可能要倒台了 右尾门就是那天晚上切副的 他留下了遗书说 营地被偷袭 完全是范苍次郎右尾门的责任 和藩主无关 将军敢于右尾门崇高的武士道精神 决定宽大处理营地被袭一事 不过 右尾门切副自杀 是因为他感激主人救了他 让他免于成为狼人 还是因为他老了 反正也活不久 为了儿子佐治卫门的未来 牺牲一下自己呢 从日记中 看不出来 叛乱发生三年后 佐治卫门被顾用为侍从 记载中说 他为自己能服侍藩主 而感到自豪 不过 藩主猫死不喜欢他 藩主年迈 加上重病缠身 饭量一天比一天少 佐治卫门正想忠心 劝藩主吃饭 却被藩主关了禁闭 还被罚了70文钱 但念得他父亲的功劳 并没有真的罚他 佐治卫门告诉妻子 藩主生病了 他一定很难受 不吃饭 身体怎么扛得住 佐治卫门被关禁闭 一跃有余 藩主去世了 按照武士的传统 主公去世 崇高的武士需要切腹 跟随主公而去 佐治卫门简单交代家事后 拔出匕首 终结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接下来的30年 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到了原路时代 日记的记载变得越来越简单 其中意思却越来越怪难 佐治卫门的儿子九太郎 离开信州到江湖求学 遇到了当时的藩主 丹波首 那天是丹波首的生日 在会馆学习的年轻武士们 精心准备 为丹波首送上一些著词 其他人说话的时候 丹波首只是听 唯独九太郎说话 丹波首特地问了名字 当天晚上 九太郎便没御家老传唤 送到了丹波首情妇 阿迪的房间 一进门 女佣就开始帮九太郎 梳洗打扮 也不说话 阿迪酸里酸气地说 哎 总是让我帮他 准备漂亮的男孩 直到进入丹波首的卧室 九太郎才明白过来 原来 九太郎的初夜 痛不欲生 他懊恼 羞愧 难过 无礼 那天的记载只有两个字 忠诚 渐渐熟落之后 九太郎开始夜夜留宿 丹波首一开始送和服 慢慢地抱着赏月 送贴心的内衣 丹波首对九太郎 唯一的要求就是 不准爱上女人 永远不准 九太郎满口答应 但是 每当看见阿迪 九太郎的眼睛 总也躲闪不过 某个雨夜 丹波首突然叫九太郎去查识 到了才发现 阿迪也在 同样在等丹波首 但两人坐定 女人在门口抱 主公外出了 约莫一个时辰回来 请二人耐心脑袋 小雨犀利 孤男寡女 两三句话一聊 耐不住了 九太郎喜欢阿迪 喜欢很久很久了 丹波首看完直播 推门而入 牢笼地说 九太郎 你违背了诺言 你会知道后果的 当天晚上 九太郎被施了服刑 从此不再是男人 不久之后 九太郎和阿迪 被丹波首赶出江户 送回信州 巧的是 阿迪已经怀有神韵 范苍家 有后 九太郎25岁就去世了 他的儿子雅之静 延续着家族血脉 到了天明时代 全国各地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天灾 天明三年七月 朝街山大爆发 火山会六月不散 农民没有收宠 客捐杂税却是一点不少 民间院生载道 当时延续范苍家家族血脉的是范苍修葬 番主是绝世部安高 安高喜欢剑道 时常举行剑道比赛 修葬凭借迹黑暗之剑 赢得了番主的大力赞赏 所谓黑暗之剑就是 修葬蒙上双眼 凭借直觉拔剑 只听嗖的一声 剑已入鞘 面前的牌匾 也被总体的切成 完全对称了两块 修葬凭借剑道 获得了番主的奖赏 同时家里 也是一派欣欣向荣之景象 女儿做童和盛监的婚事 就定在明年三月 樱花送开的季节 菜怎么是苦的 修葬扎不着嘴问 妻子叹气说 别提了 火山飞一落 地里庄稼就不长了 青菜也蔫了 修葬皱眉直咬头 农民肯定很难过吧 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 五个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 竟然跑到江户田兆大人那里告状 田兆收下了 还把壮指上报幕府 说不称职的番主 应该得到惩罚 郁家老赶紧召开紧急会议 想拦下这件事 只能花钱 但眼下 番里财政吃紧 根本拿不出钱来 大家讨论一番 最后决定 钱没有 那就送色马 一样的 被选中的女孩不是别人 正是修葬的女儿佐通 番主的命令 修葬只能同意 不 应该说 无比荣幸 田兆是爽快人 说了礼物马上办事 不仅放了告状的五个农民 还把上报的状纸撤了下来 危机总算解除 接下来 就该处理上法的农民了 为了杀鸡敬猴 番主特地在林子里公开行刑 对了 砍头用刀太没劲 用竹子一点点割死都好玩 有愤怒的农民忍不住 冲进行刑场 妈妈咧咧要杀死番主 修葬抬手就是一道 干脆利落 次年三月 樱花开的众胜 火山飞渐渐消散 打底片生机勃勃 某个春日 番主外出打猎 偶然遇见修葬妻子 这一件不得了 番主的春心挡起来了 当天晚上 于家老带着命令来到修葬家 说番主为了感谢修葬的贡献 请夫人去重宝喝茶 修葬欣喜不已 夫人却显得极为不安 约末四公天的时候 夫人被于家老送回 已是阴阳两隔 出发之前 夫人便觉出异常 到了果然是世情 夫人借口换衣服 用事前准备的簪子 了结了自己 没懂修葬说话 于家老威胁道 夫人的血脏了番主的冲宝 你需要禁闭反省 又二月 田兆在江湖被刺 失去主人的左童 再次回到信州 听闻左童回来 番主马上下了命令 要左童到重宝事情 左童惊出一身汗 不要 死都不要 修葬狠狠盯着 不说话 却有十分威严 正在此时 送监推门而入 照常来送些粮食 不料 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巡查看到 修葬现在是禁闭期 任何人不得进入 包括女儿 吃了上两次亏 左童不上当了 威胁什么 不就是一死吗 妻子没了 现在女儿也被掳走 修葬仅存了一点点热血 让他决定 回绝 即便是死 这才要回绝番主 临走 修葬告诫儿子 武师的生命不是自己的 而是属于他的主人 武师的最高荣誉 就是被主公而死 修葬如愿以偿见到了番主 但是回绝什么的 修葬仍旧说不出口 番主告诉修葬 你被禁闭的还敢出来 这是死刑之道吗 想不死也可以 有黑焰之剑处决两名囚犯即可 剑入鞘 修葬扯下眼罩 惊得说不出话来 左童 送奸 竟在自己剑下 修葬奋力一跃 静止奔到番主脚下 可是 当番主拔出剑来 修葬马上缩了回去 这把剑赏你了 番主说 修葬结果对人小腹 颤颤巍巍地说 番主 保重 番主安高死去 是在这件事的七年之后 范苍家的血统 随着修士郎的成长而延续下来 到了明治时期 静吴是一家之主 明治四年三月 日记中记载着这么一条 我带着新的希望 离开了信州前往东京 这就是信吴了 一个法律系学生 生活上以拉车为生 车上的病人叫绝世不忠 是被弟弟赶走的前任 信州番主 静吴要照顾他 不为回报 为了让番主留下 静吴甚至恳求同学搬了出去 同学再找个住处不是难事 但是 考试是第一种重要的 别耽误了 同学嘱咐道 静吴租住的房间在二楼 楼下是傅士行为 平时茶水啊 吃饭什么的 都是在一块 静吴弄了个铃铛 一晃傅士就听到了 很是方便 静吴不在的时间 傅士一个人上楼照顾 送番送水不在话下 只是 这老番主精神好像不大对 看得傅士心生惶恐 静吴不觉得惶恐 每天跑上跑下任劳任怨 唯一的麻烦是 傅士总被打断 一篇书抄了三天 进度被拖慢了 六月 到了考试的时候 静吴复习的不够 这次能不能过 他也说不好 傅士鼓励道 肯定能 晚上我们一起庆祝吧 时候不早了 静吴融为回来 傅士将饭菜盖上纱布 免得招了苍蝇 突然铃铛声又响起来 不用说 又要茶水了 等到傅士上楼 静吴没考过 心里不免沮丧 再考 又要等上一年时间 哭什么 下次我一定过 静吴划着火柴 漫不经心地说 傅士喝迟道 别点灯 求你别点灯 看到番主手里的薄纱 静吴这才明白过来 老番主不行了 一天天的 吃饭越来越少 连茶水都不想喝了 确实念念叨叨 傅士傅士的 说不上为什么 一种原始的 刻在骨子里的声音 驱使着静吴走下楼 恳求傅士再次帮忙 这个静吴 就是范仓的祖父 明治27年 他又有了新主人 他参加了中日战争 再也没有回来 这是范仓哥哥阿修的日记 他同样为国家献身 毫无疑问 带着巨大的自豪 神风干死队第三小队 海军中尉范仓修 多么耀眼的记录 范仓几乎忘记了 这段漫长的历史 那些事太过久远 然而 作为一个 从这漫长历史中诞生的人 范仓在不知不觉中 重复着同样可怕的历史 范仓爱信子 一见钟情 并打算白头偕老 但一月前出了些情况 范仓打算请科长 做重婚人 科长很乐意 不过 当听说信子 在明日建筑工作时 科长突然问 信中水坝的投标 不知道明日建筑的报价呢 这种事情 范仓想了又想 想了又想 想了又想 终于还是开口了 信子脸色很难看 首先 自己就是个打字员 接触不到那些文件 再说 主任牧原叔叔 还是信子父亲生前最好的朋友 信子想了又想 想了又想 想了又想 终于还是帮忙了 有对手机密文件的加持 范仓一方顺利拿下合同 科长说 预计明年 就能送范仓做部门经理了 事业爱情双丰收 范仓面色红润 如沐春风 那件事 科长吐了口烟说 还是推迟一些日子吧 等到项目尘埃落定 信子傻了 尘埃落定 什么时候尘埃落定 三年 三年之后又三年 搞了半天 自己不是女朋友 从别人的商业间谍了 范仓叹气说 你要是这么想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脑袋 ab就弄了 往前都是 看上去 香港人 脑袋 桑袋 稍 260 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